到底会不会来穿台 有没有可能会对台湾造成影响 甚至台风架放的几率如何 我们赶紧抢时间交给立冈哥 在今天东北风的影响 南北的天气大不同 北部天气湿而凉 南部地区天气晴 不过今年的第21号台风 目前正逐渐缓慢的朝着偏西北系的方向在移动 已经开始逐渐的接近我们东南方的海面了 所以要提醒大家五点半的时候 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那明天东部海域的风浪将要逐渐的增大 那我们用几个时间点 来提醒大家注意的事项了 第一个我们先来注意到 整个台风系统来说 在礼拜三的时候 海警已经发布了 海上的风浪要增大了 尤其包含蓝雨绿岛台东花莲跟宜兰 附近的海域在礼拜三的风浪将明显增强 而礼拜四台风要接近 因为等到了星期四的时候 台风的整个导引流比较明显 速度将会加快 那对于我们现在 以目前的路径来看的话 影响最明显会在南花莲 到台东地区 尤其在周四这一天 风雨的感受上最为明显 约是在周四的中午左右的时候 台风的中心会在台东附近登陆 所以登陆检的风雨是最为明显的 但这个台风进入陆地之后呢 约在周四的晚上的时候 中心的位置将会逐渐的离开到 这个台湾的陆地 也就进入台湾海峡 礼拜五的时候 随着台风中心在台湾海峡往北移动 强度的部分快速的减弱 我们呢在高雄跟屏東海边的阵风 来说会比较明显增大 所以呢在礼拜五 台风是远离的 但高频的风力来说 相对的比较明显 星期六星期天 随着东北风的增强 北部东部有短暂雨 中部南部是天晴中午暖 所以整体来说 礼拜四台风接近 东部地区注意 礼拜五海边的部分 要注意在西半部地区 不过到了礼拜五的下午以后 我们台湾的上空 就可以离开整个台风的暴风圈的范围 因为当它整个往北移动 强度会快速的减弱 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先来注意到 暴风也已经开始出现了 强度的部分 目前是中度台风 但未来的走向来说 以目前的整个摩氏预报上 会逐渐偏西北的方向 开始接近我们的东南方的海面上面 不过这个路径 可能还有点变数 就要看未来几个小时 他的走向是持续偏西 还是持续的朝着 台湾的方向前进 所以也就是说 有可能接近到台东 也有可能从鵝兰鼻南方的海面通过 而进入到台湾海峡 西南方 但要特别注意 当他如果是从鵝兰鼻南方 通过进入台湾海峡 结构体不会受到地形破坏 反而使得在高屏地区的风雨的感受上 就会变得更为明显 这一点是我们到了礼拜三 到礼拜四这一段要特别注意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地面天气图 北方的高压系统正在东移 在今天仍然是受到北方高压 东移的影响 明天的预估是因为高压 东移之后 台风系统就有一个空间 可以让他逐渐的转偏西北 但我们还要看这个北方的冷高压 下来的速度 如果他下来速度快些 台风的路径就有可能再往南偏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的整个路径图了 从路径浅示图上 可以看到将会在大午的南方 接近陆地之后 到了台湾的西南方的海面上 以后出海之后 再往北的方向走 强度的部分 当他整个中心一登陆之后 强度就会快速减弱 时间点风雨最大的时间 就会在礼拜四的中午 接近下午这一段 在花东地区的风雨 感受上是最为明显 而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台风的中心就加速的 整个往北的方向移动了 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礼拜三的温度状况 北部地区东北风影响偏凉 中部地区南部地区日夜温差大 东半部地区有震雨的状况 外岛地区都是多云到多云时期 小叮嚀两件事情要提醒 海边风浪增大了 海边活动骑车侧风墙要注意 还有高山活动的朋友 建议大家赶快下山 因为到了星期四 暴风圈接近的时候 风雨在山区的部分将会更为明显 结尾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靈密码 1 数量显 4 5 感谢观看